果肉夠甜,果油夠香 所以這塊呢 我們不給你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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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肉 挺好吃的,肥腐吃東西 今天跟大家來鵬州吃一道粵菜 這間粵菜在廣州的20年來 都是粵菜的餃餃者 無論是出品和價錢 很多人都覺得是這個的 所以今天來試一試它 今天就在這裡,常來小聚 來這裡好像要找個陶大宇 果然,廣州陶大宇 廣州陶大宇 今天想吃些什麼? 當然要吃家常食物 有什麼家常食物? 就是這裡 我們不知道吃什麼 我們三個男人 只有300元預算 你幫我做嗎? 不然我兄弟,大宇 你怎麼看大宇 在這裡放一半 我喜歡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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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沒問題 你話說你這麼溫柔 有沒有男朋友? 今天沒有 不要緊,我今天還沒有 我今天還沒有 開了四五樓位 我們開了一道二樓位 是不是? 很旺嗎? 昨晚我都沒吃過 那天四個菜,一個湯 煮一鍋飯 正在賣單 314元 多了14元,大宇備 大宇備 下位還沒給 我有升降機 不是啊,旁邊的波波 好像以前的七八十年 是的 滾了 這是傳統廣州 最殘忍的一種飯 是,煮了一個底 嘩,粒粒分明 材料又夠多 這個飯很香 這個有什麼? 嘩,有煲湯 牛啊 挺香的 這是鐵板 實香 竹白果枝竹豬肚湯 嘩,有很多材料 上菜很怪 這個奶油蝦 只見蝦,不見奶油 我們先吃白果 胡椒味就是暖 它很香 這個真的 我們坐下就上菜了 三個水 多一點 四個菜,一個湯煲 這個滾果 它一上來最香的時候 是什麼? 就是這個豉油的味道 荷肉夠甜 鵝油夠香 所以這個呢 就不給我了 就不給你了 嚇死了 很可憐 今天跟著肥虎來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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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鵝 夠滑 豉油夠香 挺好吃的 這個甜雞 有名堂的 有名堂的 它是金不換花椒醬甜雞 所以它的香料是比較多一點 一塊給你 很爽 很爽 椒排奶油蝦 大魚最喜歡吃海鮮 這個奶油蝦呢 只見蝦,不見奶油 你先嘗嘗 看看有沒有奶油 嘗嘗 口氣不錯 有奶油味 有奶油味 很香的奶油味 我學的味道真的很香 很漂亮的辣味飯 換一碗 剩下 我看你的視頻你吃很多 哈哈 有關不難的 嗯 很難的 大魚 你可能不要咬 那些米很漂亮 我覺得它熬得很好 你現在學了大魚 沒有什麼形容詞 很香 非常香 嘩 很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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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魚很多人看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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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魚很喜歡摸蝦 學著它 來 我們要伸長一點 最主要我想吃這些 那就是正確 嗯 這個中萬洲一拿 你最後要唱一首 刀鑽地球 來聽聽一下 你說了多次了 很想聽 所以你剛剛就說 我們真的要 上來小聚 對吧 好 最後唱一首歌 你先 3 2 1 內巴刀鑽地球 下一個 哈哈 哈哈 皮膚淡 不用走 記得關注我 為何可以做到皮那麼脆 對此為我們的皮膚脆皮水 嘩 你抹那隻鼻的技術很好 哈哈 嘩 你經常抹 經常抹 嘩 流了水 嘩 搞什麼 沙泰北 是不是 沙泰南 最近吃了燒雞的視頻 那些兄弟跟我說 嘩 你嘗嘗 暫光燒雞 我好像沒試過 今天過來沙泰這邊 找一間吃暫光燒雞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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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行燒雞 這個世界 暫光燒雞 燒烤 肯定要看看 哪裡燒的 燒雞 好 看看行不行 全部都是燃燒的 是嗎 是 怎麼可以做到皮那麼脆呢 對此為我們的皮膚脆皮水 哈哈 暫光燒烤 燒生鋼 那些蒜蓉很棒 口臭一點 大口氣可以 又有美女的品牢 嗨 我叫肥虎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貓貓 我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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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雞 是 炸光脆皮 果原酒地雞 是炸光送上來的 你的口音很炸光 我就是炸光 你的炸光是哪裏的 五千 五千 五花椰和脆皮 全都脆 今天很脆 好像你這樣 三號 是我們炸光三號 應該是十二月份最美 好像你這樣美 我們近海邊 你熟得這麼美 好像你這樣美 山豪 山豪呢 每一年都會接觸很多斬光燒生蠔 每一年都會接觸很多斬光燒生蠔 特別是夏天的消夜季摺 甚至乎到年底基本上我們吃的都是斬光燒生蠔 好大隻呀 好肥呀 嘩 肥到 鮮、甜、爽、滑 蠔本身的質感很漂亮 夠鮮、甜、爽、滑 加上它燒得好 還有啊 這是送燒酒 是不是喝酒可以 你看起來 你好喝得 就是不行才好 哈哈哈哈 這些我們在廣州的大排檔 大排檔都會有做 除非要做到它夠薄 不然你吃到它的口感才會好 這些菜 如果來到這裡也沒有人點 真的沒有天理 它脆起來還是很香厚的 那種醬 表面脆 裡面還帶著豬腸的油脂的香味 就飽出來 嗯 很漂亮 脆皮果圓雞 脆皮果圓雞 好像全焦了 這個只是黑頭 不是焦 嘩 你抹那隻腿的技術很好 哈哈 你很常抹 經常抹 嘩 我這邊都漏了 它脆起來 不會是焦的那隻脆 你看它就知道了 嘩 它的底味肯定做得好 你看它的骨 有些薑蔥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有些薑蔥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有其他 味道 有其他 有其他 雞胸肉看起來也不太好 有其他 真的嫩 挺好 但它不會太鹹 只會拍片 你知道我在後面看到什麼嗎 我看到雞胸肉不停滴 有些油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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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能有些油脆 有些油脆 不停滑 這真的是 跟焦肉 我認爲它的皮質炸得很鬆化 你看 太棒了 是不是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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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面 放下來 蒜片 吃肉不吃蒜 生味少鹽 曾經有一段時間 脆皮五花肉很多地方都有很紅的 很多的炸得不好 是什麼原因呢 它太乾燥 它這個就不會炸得太乾燥 你看它的肉位就知道了 豬肉的滑滑位和豬油位會有在 所以它裡面有豬肉的綠質在咬下去 剩下這些 今天就搞定它 但是你要吃清它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從我小時候開始生河到現在 我已經儲了蠔殼 我家氣甲 蠔屋出來了 這餐已經夠蠔了 肥虎淡甲 不用走回去 記得關注我